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子编 大人 偏远发现可疑的人 是 不好 来不及了 我去拖住他们 郡主给你 快 不 你们走 我来拖住他们 顺便报仇 改日再报 急不可适 郡主不见 情老贼必定不会罢休 到时候搜查起来 百姓又要遭殃 不如我 在这里了结了此事 可是 我也不是为了帮你们 只是亡灵非死不可 子缘 不如我 程如玉 如果有一天 如果真的能有那么一天 你一定要为朝露之变的数千英魂 恢复今日 你 你 陛下 鱼儿不见了 老奴已经问过门禁关了 他下午就出宫了 至今未归 盼人去找 是 祝国人 你要干什么 我是来带你们出去的 出去 你要包我 为什么 出去你就知道了 跟我走吧 大人 大人 西院也着火了 灭火 这肯定是生动机械追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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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扑灭了 但刺客还没有抓到 接着去抓呀 是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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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进去 可是里面有动静啊 公公在里面时是一向 不许人进去的 可里面的人是郡主啊 公公的胆子也太大了 顺着这条路走 你们就可以出去了 你还没有告诉我 你为什么帮我呢 以后你就知道了 这是去哪儿啊 这么晚了 还不回家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是来谢谢你的 我可没什么好谢的 为了取信于囚子粮 我只能交出流蜜沙 但若交给将其有 有求烟枝在你是偷不出来的 交给王林就不同了 那位心怀叵测的求烟枝 没准还能帮你一把 现在 把流蜜沙还给我吧 我绝不会把 明沙郡主交给你的 不 你会的 否则你的好陛下 就要死了 长其人 承熙突然出现在王林府后门 我们不敢擅猜行动 请长其人下令 承熙在后门 是的 他协助而程荣瑜 中计了 他故意把流蜜沙 安置在王林这儿 就是想等人救他时 黄雀在后 那怎么办 我们派去的人可靠吗 可靠 好 命所有人撑 今夜 我们没有来过这里 也没有做过任何事 好 是 如果囚子梁知道 是齐燕派你救走的流蜜沙 以他的性格 不会再忍到册封大帝 偏偏这个时候 你的好陛下为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随便来个卒子就能杀了他 我来救蜜沙郡主 陛下根本不知情 我信 但是囚子梁会相信吗 所以把郡主给我 此事就到此为止 王林那边我帮你兜着 郡主 我也会好好对待 而你也能陪在你的好陛下身边 赶紧陪他聊好伤 继续对付囚子梁 一举三得 王林死了 是 跟弥沙郡主一起 到底怎么回事 昨晚王大人多喝了几杯 府内走水 他担心郡主有事 然后就去看了看 然后 他就和郡主玩了一玩 没想到玩大了 再次起火 就把两个人给烧死了 本宫千叮宁万嘱咐 让他把刘弥莎看好了 可他竟然 怎么好端端的起了两次火呀 第一次是因为府内烧火的厨子不小心 很快就扑灭了 第一 第二次 第二次 这 王大人他喜欢玩 玩辣油 结果就 你确定死的是王林和刘弥莎 守卫看见王大人进去了 当时郡主还好端端的 卑职今日前来 其实主要是想问问 这王大人死了 由谁来接替他的位置 大人 你看石渊如何 他跟随大人多年 虽然 不疑无王大人有才干 但是 但是他忠心耿耿啊 有石渊吗 是 是 江定真正不跟仇子梁说的 是 大人已经同意 由石渊接替王林的职务 所以 江定是被承熙收买了吗 但是你真正值得 匠兮 这一处 真是一剑三雕的好计 王林一死 揭替他职位的石渊 只怕也是承熙的人 一箭三吊 我们和程若鱼都被他给利用了 陛下 陛下 小鱼儿 小鱼儿回来了 小鱼儿回来了 怎么了 让公 镇吾那边的回信到了 太好了 他们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接下来 就等下月十六的册封大殿 可是 十三大人那边还是没有同意 十三闭市太久 人都带傻 此事由不得他不同意 退一万步说 他要真不同意那就算了 我自己上 上宫你 怎么 难道我就不能当女帝第二吗 上宫文采武略 有胜女帝当年 如是命也 起来吧 臣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就只差一点 我就可以把梅沙君主救出来 可是姑姑 偏偏是姑姑 她既然那么想要这个位置 拿去也无妨 拿去也无妨 陛下 但是这个位置 他要能守得住多久呢 谁 是我 是我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时间紧迫 我长话短说 你可愿 与我一起对付承熙 我所说的对付 是彻底让他身败名裂 粉身碎骨 在五番身之地 你 能做到吗 如何 他答应了吗 还在犹豫 还在犹豫 我就说那条小杂鱼做不到的 毕竟 是承熙把他一手养大的 那就另寻他法 我一定要赢承熙 绝不能让他 毁了我的复仇大计 不认识 我要你做两件事 第一 从丽蓉口中 套出承熙的身份 现在已知 他是骑士的后人 但他父母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又是如何隐姓埋名 混进宫堂 丽蓉作为他的心服 不可能一无所知 第二 查出后 到仇子娘面前 接穿承熙 齐燕和承熙 你只能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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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熙要置齐燕于死地 而你 若在仇子娘面前 接穿承熙身份 以仇子娘的手段 承熙必死无疑 你只能选一人 那个人一定是我呢 只有你说 才有幸福力 鱼儿 有些事 我查不到 但你可以 你还记得 你是如何离开王陵府的吗 王陵身边那个美人 是你的人 鱼儿 现在只有你 能救齐燕 救我 救我们所有人 救齐燕 救我 救齐燕 救我 救齐燕 救齐燕 救我们所有人 你们试试 不要过来 试 不要过来 去 吃 我去 尝死了 什么人三更半逸 玉儿 陛下 不要看 你要干什么 月儿 陛下 无心如剑 成恶出现 无剑如心 护过出去 月儿 陛下 我一定会教您的 我要教您 月儿 我会教您的 好 朕等着你救 拜托 陛下 这个事儿 老奴之前知道 但是如此 这么厉害 老奴是第一次见 那他是怎么受的伤呢 那他是怎么受的伤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了 哥哥 能否让他也改姓成 你知道的 我之前有个大仇家 还被逼逃亡 有家也难回 好 姓成好 这孩子也算是福大命大造火大 遇见了你 这孩子也算是福大 那是活健的 所以我怎么在的 让你妈妈 怎么这么强 这孩子不严慕 我是一英语两个人 这种事情 怕他伤心 今儿想起 确实有很多地方 是说不通的 也就是说 从头至尾 只有承熙一个人 说鱼儿是他的侄女 对吗 是说不通的 王叔怎么看 承熙那日到我那里 看见了鱼儿 便说是他的侄女 我问他如何肯定 他说除了相貌 身上还有他认得的一个胎记 他怎么知道 现在想来 应该是他事先就看见了 才会这般说 臣不宜有他 便草率地将鱼儿交给了他 陛下赎罪 王叔何处此言 承熙藏身多年 就连朕和怀之 都被骗了 更何况是你 云儿这病 无药可见 也不知道下一次发作 会是什么时候 眼下只能让他平心静气 不能再受到任何的外界刺激 否则 当年一念之诈 陛下 政务和卢从那边有何动静 政务那边因为弥煞郡主久久未归 开始有些不耐烦了 卢从那边 张江虽然效仿陈印台奏请节约 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 尚不敢有什么动作 朕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去做 陛下请讲 你去查一下鱼儿的真实身事 以及 王叔和承熙之间这些年的来往 陛下 您真的觉得 他 朕不是不相信 如果鱼儿不是承若鱼 而是承熙 故意推到朕的身边 那这理由绝不简单 朕 之前让官王叔带他离开 却一而载再而散地受阻 朕从不相信巧合这两个字 这其中 必有缘由 是 去吧 你是谁 江大人 喜欢这份礼物吗 我 我 我儿 江定的妻子是个母老虎 多年无所处 她在外头有个私生子 一直瞒着家人 我抓了她儿子 她果然就烦 承熙许诺她什么 神采军大将军之位 权势和骨肉 果然还是骨肉更重要 而且我答应她 失诚之后 大将军之位还是她的 看紧她 免得她有反悔 放心吧 下一个 是不是就该轮到石渊了 查清她的底细了吗 此人就一个毛病 谈悲 真是一个 非常好的毛病 我 不 不 我 我 不 我怎么会在这儿 陛下呢 你为什么还不走 我已经听说了 你根本不是承熙的亲之人 如今承熙的阴谋已经败露 陛下心慈 不忍杀你 可你怎么还能 厚着脸皮留下来呢 我留在这里 只是为了保护陛下 到底是谁在保护谁 且不说 你以往给陛下惹了多少麻烦 就这一次 你突然发疯 差一点杀了他 你要是真的想要帮陛下 就应该去找承熙 杀了他 再杀了囚子梁 彻底解决陛下的麻烦 而不是在这里 打着保护他的名号 拖他的后腿 你是不是想说 你既杀不了囚子梁 又对承熙下不了手 废物 够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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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没有朕的允许 不得善进朕的起步 可是他却可以躺在你的龙榻上 他是朕的执剑人 又重兵在身 执剑人 陛下何必自欺其人 有重兵在身 执剑人 陛下何必自欺其人 陛下何必自欺其人 不必理会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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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差点杀了陛下 他在说 你呢 看见是朕来了 就立马停手了 所以 你怎么可能伤到朕呢 怎么 内疚了 朕真的没事 不是好好等 嗯 昨日官王殿下来看你了 说你这病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靠静养 伯伯知道 你是为你姑姑的事难过 我何尝不是呢 日子再难过 不还得过吗 伯伯 我以前也头疼过 但却没有出现过幻觉 而这一次 我看到好多人要杀我 他们个个身穿神才军军服 凶神恶煞 我是想要反击 所以我 玉儿 官王殿下昨也说了 以后啊 只要你不再受什么刺激 这事啊 就不会再发生 不不啊 或许 我真的应该离开这里了 对于陛下来讲 现在的我 是隐患 也是累赘 傻瓜 就说傻话 你离开这儿 能去哪儿啊 我派人盯着承熙和丽如 他们一直待在大人府中 没有外出 如此 这次只有一种可能 刘弥莎就在仇子良府中 那我再去查探一下 不必 上次他不在那儿 承熙自然放开了让你查 如今 他若真在仇子良府中 他们必定挖好了陷阱 等你跳 那怎么办 那条小杂鱼到了这个地步 还在幽育 真是婆婆妈妈的 此人重情重义 势力也是必 刘弥莎的事先放一放 原刑那边怎么样呢 我收买了他几个小妾和下属 让他们在他耳边吹风 激发他对石渊的不满 目前 已见成效 只是吹风还不够 一定要让他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才行 你来啦 你来了 我要仇府的地图 姑姑的位置 还有 你的帮助 仇子良自认武功天下敌意 所以府中戒备并不森业 以你的武功 应该可以顺利潜入 你不认识 但承熙 会另外安排死事巡礼 要怎么避开 就要你随机应变了 丽姑姑 女儿 你怎么来了 赶紧走 我有话要问您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您的 听着 臣现在还没有人发现 赶紧走 要是被上宫知道了 那可就糟了 走 您告诉我 霓沙在哪儿 不行 告诉我 羽儿 我跟上宫十年 不止敬畏 还有感情啊 我是不会背叛她的 你去哪儿 我跟姑姑之间 必须要有一个了断 不是现在 羽儿 听我说 你姑姑 她是有苦衷的 你不帮她就算了 但是绝对不能 犯过头来对付她 知道吗 那您告诉我 她的苦衷是什么 你这么想知道 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 因为我知道 您不会告诉我 没错 不 在事成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免得你坏我大事 就算您不说 我也会继续纠缠 还是会坏您的大事 我警告过你 想要齐燕活命 就给我老实点 就算我老实点 陛下还是会死 那可不一定 也许我会看在她是我 童族血脉的份上 留她一口气 那跟死了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齐燕的命 羽儿 还打 姑姑 你我早晚要做一个了结 今天 我就是来了结此事的 今天 可就没有你的好陛下 为你挡箭了 你 不是你的错 若你只是一个事 也不会经历这些 是以为 你是真的软雷 你是不是觉得 你的武功进步了很多 跟我比 差远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上宫 羽儿不懂事 我们好好劝劝她就好了 滚开 羽儿 你不能这样对待你姑姑 赶紧把家给放下 丽姑姑你别管了 让开 姑姑 别管 你口口声声说要保护 却不止 你 朕最想保护的人 是你 不管你是谁 承熙对你存了怎样的目的 只要离开朕 你就是安全的 但我们一直也认为 陈若遇 你行一行 朕有话 也许立刻马上让你听 十三说得没错 你的武学天赋确实在我之上 但因为你长大后习无有成 能够帮助我的 结果 圣公 圣公不好了 您的炼丹房着火了 声东击西 你带了铜火 霓沙郡主 就是藏在您的炼丹房中不是吗 看好他 如你所料 打工告成 送到齐燕那儿才算成 快走 是 你 搞我诚入狱 我交给你武功反过头来对付我 早知道当年就该让你一箭穿心地死了 少姑西弄 鱼儿 鱼儿他只是放开我 有 走 好热闹啊 人送进去了 送进去了 放心吧 大人这会儿已经听到承熙那边的动静 干过去看了 仇子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承熙又不能说出实情 只能吃下这哑巴魁 可小杂鱼落到大人手中 只怕凶多吉少 所以我们要赶紧 接下来就看齐燕的了 说 是什么事让你们姑职 三更半夜打作一团 告诉本宫 本宫好替你们主持公道 承熙 你先说 奴刺了陛下一箭 鱼儿就跟我闹 让大人见笑了 是这样的吗 是 没什么大事 可本宫明明听到 你要杀他 一石在气头上 奴教之物方 悔恨不已 那就本宫替你好好教教吧 保证还你一个听话 乖巧明白事理的好侄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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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g 好 好 小 好 好 感谢观看